哈喽大家好,这里是以望,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在断更一个半月之后呢,我们终于带了一个新的视频 哦不,是我自己带了一个新的视频,就是回归了 因为前段时间呢一直在忙学校的事情 还有生活上很多事情,所以我们真的就是有点顾不得拍视频 那这一期视频呢就会是我介绍一下我最近的心境 我最近干了些什么 然后包括我在学校创作了一些什么 因为我现在没错,就是Parsons Fashion Design Major Sophore第二年毕业了,没错,我才大二,是的 然后总之呢就是一期坐下来跟我一起聊聊天 虽然我现在站着,但是就是把我们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 跟大家说一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那我先讲讲在大二后半学期,第二学期 我做了什么样的一些project呢 那个大二的时候你会有三个核心课程 作为Fashion Design Major的一个同学们 对,你们有三个核心课程,对吧 我们有一个Design Studio,有一个Visual Communication Studio 还有一个Creative Technique Studio And what are those? 首先Visual Communication Studio VCS呢,它就是相当于一个Photoshop的一个课 就更多是关于电脑啊和排版什么之类的 让大家把自己用电脑这种东西来输出和做作品 主要是这个课,然后学一学画那种 版型,pattern,what do you call that?patterns,pack packs 就是那种平面的版式样衣的那种的技能 也要学一学 然后还有一些Photoshop啊,还有InDesign啊,排版啊,各类的 反正就是这个课就专门就是把你的东西用电脑给你整整 看起来更酷的样子 其实学校设置这三门课程,其实它希望我们都做一个大project 然后有三门课程,一个是缝衣服,一个是排版,一个是设计 就是他们想把你做一个大collection 然后这三门课就是你分别去负责不同的地儿 但是鉴于我们这个衔接的不是很好 所以导致我就create了三个完全不同的project 为每一个课,虽然增加了很多工作量 但是我,就是卷嘛,大家一起卷 就是这个Photoshop卷的这个感觉吧,也是挺明显的 就虽然我说了我自己就没有很想卷 也就觉得随便上上去就好了 但最终落实到那个做项目什么的时候 大家还是在那卷,就是你做了两套 那我就偷摸做两套,你拍了一个大片 那我就跟你拍两套大片,你懂吗 就是其实前一幕话还是有点卷的了 但是我呢,就是因为觉得这个课没有很好的衔接成一个大的project 然后我就每一个课都设置了一个小小的project 那首先在我背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这是什么,就是我VCS的课自己给自己做的一个project 那这个project呢,叫做Everything in my closet which is inspired by一个artist 叫做Simon Evans 然后他有一个project呢,就是Everything I have 所以我这个project到底是什么 就是我花了六个小时有一天 下午从12点到下午差不多六远半 我花了六个小时拍摄在我衣柜里的所有东西 每一项东西,就从腰带也好,从内衣也好,从裤袜也好 从上衣裤子,就是袜子也好 所有东西在我的衣橱里,这个属于我衣服的collection里的东西 我就都拍照记录了一下他们 然后我只是很冷静地就把它们挂在这儿,然后拍一张照片 然后把这些东西全部汇总 看影,就然后排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大板报 那接下来请欣赏我这个project的一个最终视频吧 1,2,3,4,5,6,7,8 1,2,3,4,5,6,7,8 那么我为什么要做一个everything I have in my closet 就是你就把你自己衣柜里的东西拿出来拍拍照 然后呢,这就是一个你做的一个创作啦 首先我觉得其实这个作品对我来讲它不是真正的一个作品 而是我借用学校的机会想整理一下我的衣柜 想看一看我现在虽然家不在美国 但是我自己住在这里 我身边和我自己具体有多少件衣服 作为一个你知道吧,就是喜欢时尚的这种人什么的 然后我们也经常就是买买买 那我自己到底拥有多少件衣服 或者说多少件这种配饰的所有东西 在我衣柜里的所有东西 我就想给我自己一个清晰的一个整理 然后当我花了六个小时拍照的时候 我真的是从大白天拍到夕阳 我当时我就觉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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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want that's not right 就是我觉得这就不对 就是所有的我的衣服加在一起 所有的这些物品加在一起 我有三百多件 三百六十多件应该 就单单是穿的 用的就是上衣下身 全部夹克加在一起 我有三百多件东西 我不知道一个正确的 或者说一个适当的数量是多少 但作为一个现在 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讲的话 我觉得我拥有的物品太多了 是不是有总觉得 我衣柜里少一件什么的 那个想法 那我今天把我的这个衣柜 整理了 我仔细记录了 document了 我三百件我的所属物品 我还觉得我想买东西 为什么 这个也是我自己问自己的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 而且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衣服吗 这也只是我个人的案例 那这个是不是 消费主义的陷阱 还是什么样子的 消费主义 或者说买东西 或者衣服 到底跟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是我在做这个project和剪视频的时候 和整理衣服的时候 我一直在反复思考的 和我们这个世界需要这么多东西吗 然后我另外的一个课叫做design studio 那这个课呢 其实它就是相当于更多 偏向于设计和研究发展自己的一个概念的一个课 学期有两个project 上半学期呢 我就是画了一套 做了一个系列 就关于工装啊 什么之类的 那后半学期的一个主题呢 是sustainability 就是可持续的衣服 或者说环保的衣服 但这个东西呢 这个概念呢 我就是觉得 我怎么能在这个上面玩点新的 然后呢 我就对于做衣服和设计衣服 画衣服突然有一点丧失性质了 然后呢 这个 而且这个课其实是很自由的 它相当于一个自我命题 然后你可以自己定 就是你自己想做的内容啊也好 或者你想做的方向 我呢 就自己捏造了一个program 其实有点类似于Montclair Genius 就Montclair那个衣服的品牌 和别的一些设计师 合作的一个效果 它带领这些小 重一点的设计师 来加入自己的一个大的品牌里面 然后让自己品牌再次翻红 那现在 有哪些大的品牌 感觉有点要死了 就是感觉做的一般般 但其实它曾经是一个 很好很有潜力的品牌呢 我就想到了Helman Lane 想想今年来Helman Lane 卖了些什么东西 一些基础的脚背心 一些基础的就是 T恤和卫衣 反正就是这个品牌呢 就是因为曾经是我 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之一 但近年来做的东西就不太好 然后呢 我又不想说 我要给你这个品牌 继续设计衣服 和继续创造那么多衣服 没必要 我开启了一个Helman Lane 的一个全新家居线 Helman Lane Home 就是lifestyle这个词呢 被大家就是经常的说 而且所有的买手店 现在都要加入lifestyle 这些东西的存在 去整体的营造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的一个 一些方向品类的产品吧 但既然你要跟可持续性去相关联 然后我会放一些图片嘛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会选择曾经 Helman Lane卖不出去的过去一季的卖不出去的一些衣服 比如说在他们的outlet里面的或者说在他们网站上打折 还卖不出去的这些库存 咱把这衣服拆了 我们把它做家居 做背垫也好 做插线板垫也好 做椅子也好 做沙发也好 做花瓶也好 做蜡烛也好 我开启了一个这系列的就是将衣服变成产品这样的一个想法 当然所有的这些都是你只用自己做一些小小的sample 小小的样品就可以了 你不用真的把一个椅子做出来 你就只用拼贴出来一个大概椅子的形 然后呢我就用一些我有的Helman Lane的一些背心的单品 在我有的家居上进行了一个二次的装饰和立材 拿衣服去做家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呈现一个效果嘛 这个是最终视频 请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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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今天才来Parsons教课的第一年 没有教我们太多 在聊我这节课做了什么样一个project之前呢 我想先吐槽一下我这个老师Thomas 他是一个非常帅气 非常有自己性格 每天每天都要拿着一个咖啡来上课的一个老师 还有一点老板四五十岁City Boy的感觉我跟你讲就是 就是这个感觉他人很好 但是呢他因为曾经是一个领导的那种职位 然后让他来教课他很多东西就不知道怎么着去换为一个我教你这样的一个传授方式 比如说我在缝夹克的时候我们的最终你要设计出来的东西是一个裤子和一个夹克 我在夹克的时候我有一些拉链的缝合处呀和领口啊和帽子衔接处和如何见到这个形啊有一点不太清楚 我来我就问老师了 Thomas我们这个怎么缝呢 你觉得这里跟这里是应该这样连接 还是这里跟这层连接完之后我再这样附上去呢 你知道我的老师给我回复了精准的几个字 Ivan I trust you I trust you 我的老师在我向他问的问题之后 他告诉我说我相信你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自己YouTube吧 你自己搜吧 自己折磨吧 自己研究吧 你可以做无数个sample去实验吧 但是我呢 爱莫能助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但没关系 最终我还是做出来了一套成衣 那我们先看一下成衣的照片和我做出来的这些东西 咱们再来讲这个系列是什么样的主题吧 那看完我这个机座的衣服呢 不知道大家对于我画的这些东西和做的这些衣服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我自己不是那种特别疯的做衣服的感觉 不是那种一想天开的 然后对颜色也不是很敏感 然后我的缝线技巧也没有很好 这个是so far what I can do with 设计衣服 然后呢是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工装嘛 然后我很喜欢粗糙的女性形象 我很喜欢劳保工人 很喜欢那种工人阶级蓝领他们的那种人物群像 然后呢我就展开了这样的一个research 包括我的手机壳可以看到 这个是日本的那些工人 他们一直穿着的这种裤子 都是这种特别宽大的 包括美国也是一个全民car heart 不知道为什么的一个地方 工装似乎不能只是工人在穿 就是所有人都在穿 而且我就是喜欢那种衣服 能让你really穿进去的 就是你不能说我这个衣服穿上 我只能这样待着了 这不是我 就是我要那个衣服能让我做事 能让我去真正的做事 包括这个也是我这学期做了很多衣服 和做了很多不同项目之后 我感受到的我对衣服的一个诉求 就是我要穿着裤 我要是一个好看的形象在里面 但是我穿着这个衣服 我必须能做事 我必须能上船下跳 我也可以躺在地上 我最终的这个视频呢 里面有很多像跑步的样子 还有我特别找到了 在布鲁克林的一个工厂区 然后还真的能找到一个工人们的一个工厂 库存的一个地方 去拍摄车库拍摄这样的一个大片 最终的一个拍摄 我最大的一个感悟 包括我一直参与很多拍摄什么之类的 这些所有的创作 包括我自己的生活 我最大的一个感悟就是两个字多做 一定要多做 你要把自己放在不同的场景里 不同的创作团队里 不同的职位中 去感受每一个团队和每一拨人 给你的那个创作热情和态度 相比于我冬天做的那个视频 可以看到我的一些变化就是 我觉得我挺开心的最近 然后我没有觉得那么累 然后也不是说因为被寒冷的环境所影响或怎么样 就我觉得现在当下的这个时光 就当下现在是一个好的时光 是一个好的时间段 就我真的是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 那在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时候 我真的认真去做了吗 我真的努力在做吗 我真的有付出我所有的精力去创作吗 这个就是我需要留下来让我思考的问题了 这个就是我本学期做的一些项目 包括我现在目前对于我生活的一些感悟啦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给这视频一个巨大的点赞 follow我们的这个频道 然后来social media来找我们玩 看我还有写脚本哦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social media 谢谢大家的喜欢 下次下一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